就这一波海鲜 你们说能不能回本 最近很多厦门的小伙伴推荐这个豪酱的海鲜自助 看这边是满池子的虾 都是活虾 这螃蟹的活力可以 好多种螃蟹 螺丝虾 这一块都是贝壳 还有好多的芝士烤榴莲 都在这边现烤的 这些都是自身 还有好多的小菜 过去 进来还有佛跳墙 哇开好的生蚝好肥啊 看菜品应该感觉出来了 这边主打的就是鲜活海鲜 218里味 没想到厦门的自助餐已经这么卷了 海鲜刺身 这个价位进来还有佛跳墙 吃海鲜最好不要一坐下来就开始吃 先来个佛跳墙 首时间吃一点暖暖胃再开始吃海鲜 嗯 好好吃啊这佛跳墙 料特别足 这是羊排 这家店虽然是海鲜自助 但其他吃的也非常多 种类很多 两脚烤的也非常不错 这两脚烤的也非常不错 软味特别香 但这烤色肥不肥 好香哦 口感特别饱满 然后它蒜蓉的香味 非常可能是我觉得的 拿的那个 拿一碼 烤的螺丝虾 我觉得螺丝虾这样吃是最好吃的 比真的吃煮的吃都好吃 太吃不 replication 它肉质比较紧 上面蘸一点薄薄的海盐 特别香 它这个烧得有点凉了 如果要是干烤 这个味道不好 干香干香的 真海鲜了 全部都是鲜活的 该快一点了 对 我们三个烫酒 干动力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是11点钟刚开餐 人就已经做满了 应该店生意还是很好的 应该大家都是碰的 那个鲜活海鲜来的 该说不说 大城市的蜘蛛餐 我们应该都去吃过了 然后性价比 特别是海鲜这一块来说的话 还得看厦门 榴莲 烤的也有 然后鲜的也有 我发现厦门的蜘蛛餐 现在真的卷到 榴莲都喜欢蒸着上的 奶香味好奇怪 尝一尝 榴莲也是吃自助餐的回本神器 榴莲我已经干了四盒了 这么猛 中头新来了兄弟们 哇 就这一锅海鲜你们说能不能回本 海鲜啊还得吃这种 蒸的 蒸汽海鲜原汁原味 海鲜真的可以煮到好吃多了 嗯 大佳 这锅里面啥都有 清口碑 清口碑都好甜哦 特别新鲜 虾都是活蹦乱跳的 刚才抓了半天 鲜的原汁原味儿 嗯 鲜的 哦 不辣 看看那个大飙 他过瘾了 吃海鲜来厂门吃 日子准备做了 感觉今天是大佳都能吃饱 这个里面就快有刷了 哇 一点大没有啊 看这螃蟹够大吧 难怪好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这家店 这边的海鲜是真的没得做 没得做 没手啊 憲哥 你超那么多 等会痛快乐可不能出啊 没事 我有吃 要 蒸锅一个 这是我拿的第三碗火跳墙了 我每次去吃海鲜都知道 三百多四百多里面佛跳墙都限一份 这边两百块钱 佛跳墙就难 不限量 里面的量真的很浓 而且非常浓 海鲜还在一锅一锅的蒸 那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这家店做个好酱 在厦门特别火 鲜活的海鲜真的是绝了 性价比这边高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不要受够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